小哥给大哥挂眼后接球 出来呢继续和汉密尔顿打开 好球不看人抢球 第一场 朱燕熙三分阵动 这里头把握成最大的 对 启示器可能稍微的出了点问题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北京队呢 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上来还是手凉了一些 绕切之后呢 形成正面的挡拆 进去了 李淑豪好球分出来了 秋天没有扣进 翔小川再打 是造成了山东队的犯规 二加一 他虽然打中锋 他是一个运动型的中锋 对 这是咱们所谓吃饼型中锋 李淑豪的突破 是造成了张庆鹏的犯规 非常强 但是呢 就是山东队的这个内线实力 比北京队这边明显要强 所以比山东队这个内线 我们现在也有能投篮的 也有能抢的 漂亮 李淑豪再到内线 又就放下来了 周天被贾成盖掉 破 哈利森 这个球杠扰到了 对 这个球是顶着 林淑豪的防守 要硬投 这快攻是他是拿手的 漂亮 快攻是淑豪的拿手的 这就是这种球 就是得让林淑豪推进起来 对 要不然现在已经是四分两个助攻了 对 但是这个俩助攻没形成 应该后来 对 那是补篮的 这样说了 再来一个 还是跟 这回他不往里头走了 造反规 造成了 陶汉林的反规 就很聪明 其实陶汉林呢 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小 其实就是不要贴那么近 张着手控制 周中阵的进步怎么样 上一场他打的还行 虽然上场时间没那么多 林淑豪外线 今天第一次出场 漂亮 三分命中 这个实现了他的诺言了 6000块 退防的时候 山东这边对林淑豪的人 有点退的太大了 对 林淑豪平常他投的是这个 多差不多50公分 那个三分球 对 抢走了 没必要再 打反击 5打3 4打3 林淑豪张岁鹏防的 不错 到最后我就是一个 牢牢的犯规 在不为体的情况下 牢牢的犯规 不给你2加1的机会 你看李淑豪回来给山东 给帮助多大 回来 这等开完了之后 就都去林淑豪那边 是我和素玄老师 还有悠悠一块陪大家看的 上半场比赛呢 双方是打成了54平 刘大鹏 来专门 双方 哎呦漂亮 在CBA眼里摔呀 小哥给大哥挂眼铺 接球出来呢 继续和汉密尔顿打开 漂亮 哎呦不看人强球 提供 朱燕熙三分之中 这里头把握成最大的 水晓中 很简单 要自己攻了这回 6打1了 哎呦 过来汉密尔顿的三分 哎呦 说实在今天呢 汉密尔顿各种收拾 三项基本数据都是山东队最高的 又是汉密尔顿 嗯 李树豪 头一个 哎呦 漂亮 太逼真了是吧 对 你以为他要三分了 你不见得不见得都能理解 因为我能理解的就是说咱们作为 比如说你喜欢哪支球队 对 我他是我的主队 来咯 怎么都觉得我的主队降便宜 是 但是这个是 24分9个篮板8个助攻 9秒钟 李树豪控制最后一次进攻 外线三分 跳了球 一半 一个三分 一半二了啊 嘿嘿 今天李树豪这个三分是不错 对 三分中二